被人给把这个他的法片给拔了下来 那么这名男子呢 马上就被带回了警察局去 这个查他的身份 现在已经查出来是 台南凤凰会的陈水扁支持者 现场最新的情形 连线记者许少平 带我们来关心少平 好的 在监察院门口 当众逞下邱毅假发 这名男子他是台南市民 名字叫做黄永田 那么是以现行犯身份 被带回派出所来征讯 那么第一时间呢 民进党立委赖清德 还有陈廷飞也赶到现场 来这边来关心最新的情况 并且赖清德也表示说 其实邱毅到底是不是戴假发 一直是立法院里头 大家私下猜测的一个话题 没有想到今天有人替他家解密了 来听听看赖清德的访问 我们现在也习惯了他戴假发 但是未来如果说他没有戴假发 以兔头的面貌来的话 我相信我应该也很快会习惯 像我就看他也没有戴假发 他也没戴假发 你看看 你也许可以看看他 他表发看他个人的意见 你如果没戴假发问了 没有啦我感觉 不要戴这样感觉比较自然 没戴我感觉 索性像我感觉也没说我坏了 为什么当一个委员 就要带一个假发到立法院 有时候 他连讲话人家都 当作他讲的话都是假的 既然他连这个头发都不敢给人家看 所以人家也很好奇 给他看看他没有戴假发的样子是不是比较漂亮 好的可以听得出来赖清德的语气有点酸 而在旁边这一名秃头男子呢 他其实是台北停点后院会的会长 那么之前呢也是陈信瑜这个护卫队的队长 那么这一名现在目前人在派出所的男子呢 他是黄永田 其实呢在前一天在台南的惠安宫 其实也有拍到他的身影 当时他是穿着白色的2630T恤 到惠安宫来上香祈福 那么根据了解呢 他今天是跟警方表示呢 是要到台北来访客 那么在经过监察院的时候 顺道要进去上厕所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扯下头发呢 其实警方还要再厘清大家的动机 而之前呢在陈水扁鸡压台北看守所期间 这个黄永田先生呢 也曾经和台南相亲北上到台北看守所外面 来声援陈水扁 那么究竟邱毅会不会提告呢 他目前是表示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警方呢 目前会将黄永田 以现行犯的身份带回派出所问讯 那么不排除呢 会以公然侮辱或是违反及 会由刑法的方式将他给移送北解夫讯 以上是目前在现场的最新情况 好邱毅虽然顶上的法片被扯掉了 这个当时有点尴尬 但是呢邱毅马上又重新的整装 说他越错越有的 而另一个尴尬的场面是